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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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对王宗盛要求严格 对其失误 动辄加以鞭打 但王宗盛都默默忍受 毫无怨言 王宗盛正是接替王朝掌握福建的军政大权 王宗盛继位后 很好地处理了与王朝诸子的关系 王朝有四孙盛 王盛正是都善待 高官厚禄 但并无实权 王宗盛任命王颜兴为福建观察复始 暗示以后有可能以王颜兴为接班人 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以团结家族 安抚人心 王宗盛顺利继位还同母亲动事 仍然健在有一定关系 王室三兄弟十分孝顺 母亲健在时 不会做出令母亲伤心的事 而且 随同一起到福建的故事族人相亲 基本上都支持王宗盛 这在王宗盛顺利继位中 也起了重要作用 王宗盛继位后 摆在他面前的头等大势 莫过于把局势稳定下来 连年混战 百姓备受揉门 积木千里 不见人烟的情景 都是王宗盛所心立过的 王宗盛不惜取农民起义的教训 采取混合积极矛盾的措施 想巩固自己在福建的政权 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 是绝对办不到的 王宗盛采取积极的措施 尽快地把局势稳定下来 王宗盛在位期间仅是四民 尽量地避免战争 开平三年909年时 杨无前使张之远来聘 因其举止俱慢 而被王宗盛斩首 因此 敏国与杨无关系不佳 但在位期间 两国并未发生军事冲突 924年下四月 刘延领兵范景 屯兵渔厅 张之静 王宗盛前去攻打 败即 经过王宗盛的努力 在战乱的五代十国时期 福建相对来说比较安定 逃难的中原人相继迁入福建 实在王宗盛为人简约 好理下时 王虽具有一方 辐射碑露 未尝气 居 横长涅马驴 宽形保护 公私复食 境内已安 王宗盛对福建的建设贡献颇多 王宗盛军队把中原先进的生产 农耕技术和文化传播为当地的民众 并倾尧伯父 劝农耕西 带动了福建经济的发展和行政体系的完善 使福建从此走上历史的发展之路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